火車站廣場平台一群男子聚集起衝突 居然開始爆打 有人出拳八頭 甚至還有人揮舞疑似刀線的物品 嚇死人 目擊民眾 集體奔逃 民眾非野斯的逃命實在太驚恐 光天花日居然有人在火車站放肆 打架還亮刀 警方出動快達部隊 10名警力到場 發現鬧事的人早已鳥受散 事後調查是4名印尼籍移工 口角拉扯 引爆衝突 前一個晚上有輕微的口角糾紛 13號當天又遇到 那個四速列車那種 一大型這樣衝上來 會害怕 他們要出來玩可以 但是不能有個聚眾 或者是說那個有一種 尋仇人類的行為世界化山 一公聚眾鬥毆 共4人受傷送醫 車站亮刀引起恐慌 違反刑法及社會秩序維護法 將被依法就辦 記者黃翔鳳王 是韓台中 採訪報導 早朵 雅 小蟲 紙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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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